內地基建投資增速提升 令機械設備股在上半年的銷售需求有改善 除了是滑礦機的需求大一點之外 在整個工程機械市場 亦都隨著很多產品需要設備更新 或是要換代的情況下 上半年亦有幾間發出了一個營起 先講解中聯重科 內地很熟悉,等於Caterpillar 主要做的業務是起重機 和運營機械製造的項目 旗下的塔式起重機 在內地亦有一個試驗,是排列一 剛剛亦發出了一個營起 見到他們的增長非常不錯 隨著工程機械的行業復甦 以及需求旺盛 以及受到新排放條例的影響 加上他們除了本身的業務 比如剛才說的起重機 挖礦機 做得不錯之外 或是掛礦機方面 未來積極報告國際化 在境內亦有多條生產線 希望將生產環節逐步轉移 亦有作改善他們的經營現金流 估值來說 雖然股價累積升幅不少 但估值仍有提升空間 大家不妨可以繼續留意